哈囉大家好 這次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到越南河內旅遊的時候可以使用的APP 第一個是河內離線地圖 這款APP在離線的時候也可以做使用 所以即使沒有網路 你也可以安心不用怕迷路 首先你先在地圖上找到河內室 你就可以看到城市裡面的景點、街道 或者是飯店等等的資訊 在一旁有景點、購物、餐飲的選項 點擊進去後 這個選項的分佈點就會出現在地圖上 不知道怎麼前往這個地點的話 你也可以利用下方的導航功能 規劃出路線 另外右下角有行程的選項 可以在裡面自行添加自己的行程 做安排跟規劃 非常的方便 第二個APP是越南旅遊 不只是河內 這個APP也可以找到其他越南城市的資訊 首先你先在主頁裡面選擇河內 裡面就會有一些關於河內的介紹 讓你可以更了解河內 在概況選項中有消費、通訊、交通 甚至是節慶等等的細節資訊 像是其他景點、娛樂、餐廳、購物選項 可以看到許多的推薦地點 裡面也有介紹、交通方式、費用、開放時間等等的 非常的實用 另外策欄中有提供旅遊攻略 或者是在越南的一些緊急聯絡方式 可以給大家做參考 讓你可以更放心的在河內旅遊 第三個APP是專門給在河內旅遊的人 可以用來使用計算兩地距離 或者是計程車費用的APP 只要在上欄輸入起點和目的地 選擇下方的TESSE 就會顯示出估算出來的兩點距離 所需的時間和金額 如果是選擇WALK的話 就會顯示出估算的步行時間和距離 給大家做參考 非常的方便 最後一個是有關於越南文教學的APP 點進去APP後會有多種前進的對話 可以讓你做選擇 像是基本用語、餐廳的對話 還是打招呼等等的 找到想要的句子 點進去後會出現對照的越南文 如果不知道要怎麼發音的話 也可以點選播放鍵 APP會示範發音給你聽 就不用擔心語言溝通的問題了 以上四個是在河內旅遊的時候 可以使用的APP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在河內旅遊的時候更加順利 掰掰